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展示冷冻海参 左面是大的 右面是小的 下面就把这个冷冻的海参 用冷水或者是烧温的水进行解冻 冷水解冻最佳 这个海参当没有完全解冻的时候 可以把表面清洗一下 特别是肚子部分 感觉有点沙沙的感觉 你看这个颜色 我这里是清洗过的 这边是没清洗的 我稍微清洗一下 这样吃起来的效果会更好 没有感觉有表层的感觉 现在我把这个清洗好和解冻好的海参 进行 把头部的这里方有点沙枝 盖子把它清理掉 打开这个头部的部分 这里方有一点沙枝 看到吗 把它去了 硬的 像这个石灰枝一样 把它去掉 就好了 就干净了 至于里面 要不要去 我打开大家看一下 其实非常干净 里面就是桂花棒 我把它打开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里面究竟是什么 非常干净 里面都是桂花棒 非常干净 就是五根鸡肉 非常干净 我冲洗一下 如果是要吃 整条的 就是这样了 如果是煮了以后 翻开了 就是这样子 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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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是打开 另一种是整条 可以按个人喜好 放入以煮开的水中 再煮开五分钟 接客放入真空锅内 四小时 或慢煮两小时 煮到 海参 海参 软糯 软糯为止 软糯是海参的 品质最高境界 冷却后 可以放入冰箱冷藏 一般三五天内都可食用 用指随之取出 凉拌爆炒 均可 这是煮后的情况 你看 这海参 多漂亮 多美啊 冷冻加拿大 野生 红海参的特点是 制作简单 不用发泡 口感软糯 好吃的没商量 自身 自身营养价值极高 高蛋白 高钙 高心 维生素也十分丰富 含A B2 B3 低胆固醇 低脂肪 低能量 吃饱 不增肥的特点 是健美 爱美 女士及男士的时尚产品 也是想减肥人士的最佳食品之一 优优独称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